好 主播 畫面中放眼望去 街道上停放的機車 電輔車及單車等等 全都燒成廢鐵 只剩支架 快看不出原本的樣貌 然後它可能在某一個樓層的感應 感應到有 沒人堅固 沒人放火 就自然就對了 警校後報趕到線上緊急滅火 釣魚間士氣也發現 原來是一輛老舊機車突然起火 事情發現在今天清晨4點多 高雄三明區大風路上 一輛機車突然起火 造成整排13部機車及電輔車 單車等等 共識輛車全燒毀 目前排除人為縱火 但詳細起火原因人帶離清 以上是掌握消息主播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